嘉义县 布袋湿地九区盐田 黑面皮路 2023年10月21日 星期六 今天先前往布袋湿地九区盐田浅滩 观赏黑富燕鸥和黑面皮路 今天遇到了前两次都遇到的嘉里阳先生 经他告知 才知道布袋湿地九区盐田 黑富燕鸥群飞的画面并不是每天都可看到的 今天早上在九区盐田看到了数百只的黑面皮路 南边和北边和上次不同的盐田 黑面皮路每年九月至十月底台 一直待到一年的三月至五月左右 才陆续飞离台湾 这一段时期是观赏黑面皮路的最佳时机 相较之下觉得布袋湿地 较容易在近距离观赏到大量的黑面皮路 较容易拍摄到黑面皮路捕食 嬉戏 飞翔等画面 今天要离开时 布袋湿地九区盐田已看不到成群的黑面皮路 我最近三次清晨前往布袋湿地九区盐田 都有看到成群的黑面皮路 所以要观赏黑面皮路 建议要早点前往 谢谢觉得油腹肖 disturbing 我只会igo的黑面皮路 在 resurrect 하나 要紫 between three things 什么东西 至少 意外 свои 今天下午再度前往布袋湿地九区盐田 观赏黑面皮路 巡视了布袋湿地各黑面皮路观赏处 持有九区盐田有重群的黑面皮路 九区盐田黑面皮路下午两点多大都在休息 月下午三点才开始捕食 月下午四点半又休息了 今天下午加里扬先生又来了 也有从台中来的赏鸟客 今天下午黑面皮路在马路浅滩附近古时 九区盐田如果有个赏鸟墙那就更棒了 今天下午加里扬先生又来了 也有从台中来的赏鸟客 今天下午黑面皮路在马路浅滩附近古时 九区盐田如果有个赏鸟墙那就更棒了 嗨 我是背包客大叔 爱在台湾旅游 每次都会当天贴文并上传影片到YouTube 想了解最新的花矿 瀑布水矿 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吗 快来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为您提供最新的花矿 瀑布水矿 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 我给您趁客观资料和建议 安排 上六海 长五海 大顿 着 付着